各位大楼,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今天继续我们发coin 前两次已经非常详细的讲了这个项目 包括它的经济模型,包括它的挖矿 没想到,刚刚上线两天 今天是第三天,我就看到网上有新闻 说矿工出了事情,矿工开始闹事 这个真的是有点出乎我的意外 出乎意料之中啊 矿工就开始闹事,果然不出老韭菜所料 还是firecoin的前途我一直不是很看好 因为这个项目比较的贪婪,比较greedy 很像EOS 总是项目方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其他人的利益都放在最后 那这种项目不是回馈于整个社区的项目 就不是很看好 那我们今天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这个矿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你在挖矿的人 你想挖矿的人 那是不是能够参与 参与之后能不能有甜头 如果你想炒币的人 那你现在是四十几块吧 对吧 能不能进去炒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还有一点我想指出的是 你现在我们看到DeFi的热潮已经完全的冷却了 现在ETH的GAS是28级位 这是在20 这已经回到了三四月份时候的这个状态 28级位30级位 对吧 大多数是在四五十几位 从六月份开始 现在已经回到三月份的状态 28级位 那就是说在以太坊上面的DAP 已经没有爆款了 对吧 很多人已经从这种 DeFi币转到了主流币 那么有机会再说 其实从各方面都能够有所判断 那你现在在进场DeFi 有点不碰南墙不回头的感觉 我一直很早就说了 这个DeFi现在一定要谨慎 哇 早上看来四十多 现在又暴跌到三十五 对 FIL 没想到跌的这么凶 我怪不得矿工是罢工 我最早看到是这个消息 如果FIL上线大跌 引起矿工对项目方操纵市场的质疑 加上FILCOIN前置质压和线性释放的机制 这两条我们会详细的讲 而且官方原定的借贷计划 帮助矿工借币 也迟迟无法落实 导致了中国矿工内容 对 分叉威胁官方 现在还是在交涉之中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叫前置质压 什么叫做线性释放 我找了一下 我觉得这篇文章解释的比较清楚 我把我的链接全部放在下面 这是我们的链接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首先一帮人开始骂了 对吧 傻叉 PL 协议实验负责人可能叫PL 傻叉的经济模型 那这个FILCOIN挖矿经济模型是什么呢 有两点 一部分叫做区块奖励抵押 还有一个叫做前置抵押 什么叫做区块奖励抵押 简单的来讲就是线性释放 就是说当你获得区块出块之后 你将获得FIL的奖励 对吧 然后这个奖励呢 它不是一次性给你 它是分180天 也就是六个月 慢慢的给 这个在币圈是很难想象的 对吧 币圈你不要说180天了 我就是等三天我都不想 不要说180天 对吧 那就是说前期你能获得的FIL是非常少的 对吧 这是一个问题就线性释放 第二个问题前置抵押 这个问题更大 这个问题之前大家就在讨论 你现在对FIL挖矿 在分装扇区的时候 你首先先要买入FIL FIL进行抵押 你才能够去分装这个扇区 那就是说首先你要去买币 把这个币抵进去 你才能够去挖币 对吧 那这个问题来了 一开始这个币大家都没有 没有人手上有FIL 对吧 一开始都没有足够的FIL 怎么样去买币呢 现在一直在跌 对吧 最高是300多 我记得 看7点了 最高 最高是114 前面GAYO的有问题 最高是100多 现在一直在跌 一直在跌 那你想这个矿工 现在情不情愿去买呢 他一定不情愿去买 对不对 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底部的 那之前看过我 之前两篇视频的同学 如果你在几个平台 什么币安上面做了空 对吧 或者是在FTX上面做空 那你就赚到了 真的是赚到了 从从六七十开始做 现在是三十 你已经一倍了 你花个五倍的杠杆 你投个一千块钱 五倍杠杆就五千块钱 你五千每刀赚好 那我感觉现在 这个趋势还是往下跌 这个趋势还是往下跌 那就说现在是 现在这上面是四十五美元 其实现在已经是三十五 那就说这篇一篇文章 他们说 现在是四十五美元 对吧 我在哪里看到 他说在这里 Soda FIL价格要低于二十美金 那会有不少矿工去购买FIL 那就这 这个给大家一个讯号 也就是说 现在是三十几 对吧 那至少要到二十美金左右 甚至更低 才有人会入场 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去买FIL 你买FIL就套牢了 对吧 你看他低于二十美金了 你可以 你可以 可能你可以 我是不会买的 但是你想投个机 你可以买 但是我个人 我是不会买的 对吧 那这两个问题 现在怎么解决呢 现在矿工和项目方在干涉 他们说下周会出一个FIP004 就是一个proposal 对吧 会提前释放25% 那当你本来是说线性释放180天 一下子先给你25% 这样的话可能对矿工会友好一点 对吧 应该可以达到满速的80%左右 那具体的大家要关注这个 如果你手上你对FIL很有兴趣 或者你是矿工 那你必须要去关注这个东西 对吧 那我上一节讲过了 这个矿工矿机不是随随便便 哪个人都可以去挖的 这个矿机的要求是相当高的 对吧 这一台矿机 我看那些大佬们都投资了10万美金左右 那这个经济模型的分析我们之前分析过了 那这个问题肯定是有的 这个问题就是项目方太贪婪 你挖到的币还分180天线性释放均 这个保护的是谁 那不一例外保护的是项目方 他不想有扩多的杂盘 那就是说大多数的挖矿的人挖到矿 他肯定会把这些先抛掉 必定这个币很不稳定 那你一抛的话 抛盘这么大 这个币价肯定是往下走 那对项目方来说 他再有钱也拖不了市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那项目方搞了一个线性 这第一点 第二点项目方竟然还要你先买币来质押 那又是一个拖市的举动 对吧 你必须先买币 把这个市这个价格拖上去 你才能挖到币 挖到币要线性180天才能是 这个就是项目方非常的贪婪 我只能这么说 项目方很贪婪 项目方就是想自己赚钱 对吧 非常贪婪 前途顺文光明 那肯定是一片黑暗 也不要说了对吧 我现在对FL越来越不看好 我之前还有370 80个币也是在锁仓在里面 那时候不太懂 我 给我再一次选择 我肯定不会选择锁仓 那和这些矿工一样的 给他们再一次选择 他们肯定不会去挖的 对吧 因为这个要线性释放 还要买币才可以 那不管怎么样吧 看他们和项目方的交涉是怎么样 毕竟这个Filecoin是个明星项目 它的规模已经相当的大了 很多人的经济利益牵涉到其中 那我们看看这个项目方之前是 之前是什么 骗了一波钱 又骗一波钱 对吧 那我们先来看看 现在项目方该怎么应对 好 今天关于Filecoin 我看到的矿工内讧这件新闻 就分享到这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Peace 是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